香港藝人余花李見仁 在周星馳經典電影中的著名角色 經常出現吾男吾女的醜角 他除了是一位專業演員之外 亦是一位足球員 後來長居內地發展 在2019年在內地中風命危 經治療之後半身不遂 亦失去部分語言能力和失憶 經過三年的漫長復刊路 情況終於有好轉 可以復出繼續演藝事業 早前客串了鄭文輝有份投資的新電影《水雀女王》 在電影中飾演他最拿手的反串丑婦 活動反應等雖然未能回復中風之前出道 但相信經時間慢慢康復會更進一步